現在的時間是2021年2月12號中午12點 歡迎收看本週的公主週報 每禮拜六為你帶來有些LAG的最新資訊 馬上就來看看大家最在意的日版資訊吧 月中復刻系列以及該來的專武 本月日版月中的復刻是魔法少女的活動以及魔法少女專武 這次的專武都是在不改變角色定位的情況下增強還算不錯的強化 抽獅的部分則是因為去年2月的第二隻抽獎是公主佩可 所以這一期的抽獎就只有魔法霞剛好搭配前年的請解出兩隻角色的復刻池 3週年升放送有什麼驚喜等待我們呢? 2月15號日本時間晚上9點也就是台灣時間8點 在官方的YouTube頻道會有3週年的升放送 上次2.5週年的升放送真的是挺不錯的 不知道這次又會有什麼驚喜呢? 另外FanArt看起來也還有在目擊中 大師商店新增公主日和碎片 日版這個月的大師商店重製新增了公主日和的碎片 台版這個月也提早更新了公主日和 有種微妙的感覺 另外日版這個禮拜新增了公主系列角UB動畫加速的設定 像攻殼公主日和這種SD動畫比較強的角色 都可以設定成跑更快的版本了 之後出AUTO刀的速度也會大幅增加呢 第2第3卷原生帶即將販售 遊戲內的BGM以及各種活動的ED都要出行的原生帶了 有興趣的朋友或是有在收藏原生帶CD的朋友可以關注一下喔 儀式服系列官方四格 這個禮拜的官方四格都是儀式服的劇情 分別是前作的主角公會以及REDIVE的主角公會 還是有一種相當有趣的感覺 再來就是我們的台版資訊啦 新年驚喜對你而言是驚喜還是驚嚇呢 這次SONET說的驚喜就是提早時裝公主日和 老實講公主日和放到現在的日版 依然是相當強勢的角色 台版提早裝對聯盟戰環境絕對是有相當大的影響 這幾個月的露娜塔活動等等地方也許也會受到衝擊 雖然說完全就是台灣特別版 但我自己覺得也還算不錯啦 同時也有免費時連誠意上還是相當不錯的 改變環境的實力六星妮諾 本月的台版六星是預料之中的六星妮諾 憑藉著超強的戰鬥力改變了PVP的環境 絕對是個狠角色 搭配2.5週年的VH加倍 很快就可以迎來這個環境的改變了 新年紅包8888 登入禮包放送 FB官方粉絲團舉辦了留言抽寶石的活動 在2月12號到2月16號的活動期間 只要每天都去粉絲團貼文留言 就有最大的機會可以抽到8888寶石 各位要記得去留言一下喔 另外新年期間登入也有送紅包 剛開始的時候好像有點BUG 如果抽到自選包的話會有點問題 但現在看起來已經修正了 新年多重活動總整理 松內也真的很喜歡出這種超多重的活動 功考的字超級多超級複雜 真的很不方便閱讀 只好一樣在這邊做個總整理 第一 活動期間登入7天以上就可以抽到寶石 反正每天登入就對了 第二 活動期間獲得萬聖紡希 公主日和露娜 佳葉 萬聖靈 並升五星 就可以獲得寶石獎勵 一隻五百兩隻一千五三隻三千四隻五千 量其實有點少 但五隻其中練四隻或三隻 對滿等玩家來說應該不難 第三 只要有課金就送三百石頭 第四 課金滿2990就送一千石頭 加上第三重就是會有 一千三百石 二三四重只要都滿足 並且綁定 松內的會員 就有實體的獎品抽獎 課金會滿2990的朋友 要記得確認一下自己有沒有綁定 五六重分別是針對新玩家以及回鍋玩家限定的 新玩家只要是去年12月到今年2月21號之前創的 並且練到50等 就可以領遊戲裡面的資源 回鍋玩家則是2021年以來你都沒有登入過 且之前有70等以上就算 只要在活動期間2月10號到2月21號登入 就可以領遊戲資源 第七重 這是之前也有出過類似的活動 反正就是用指定的角色打1X關卡 次數最少的伺服器前100名 玩家可以獲得3000寶石 並可以參加實體獎品的抽獎 這次限定的角色是公主日和露娜加葉萬聖靈 比較麻煩的點是要抽萬聖靈才能參加 所以也許沒有這麼難擠進去嗎 第八重70等以下的新手限定跟第七重類似 其實是打Hard的關卡 然後指定要有放公主日和露娜萬聖靈 稍微有點意義不明喔 畢竟萬聖靈不是一個很強勢的角色 你要新手第一時間在UP時抽到 我會覺得有點好笑 喜歡靈的人可以挑戰 以上所有的獎勵 虛擬的最晚都是3月29號發送 實體的則最晚是4月30號 這個多重的東西真的太複雜了 我這邊就是簡單說明一下詳細的細項還是要看一下官方的文字公告會比較確切喔 課金相關優惠與禮包 再來就是課金相關的禮包 除了月初幾乎都會有的寶石增量包 i7391的小資包也不錯都是可以考慮買的 其餘的尤其是限定符帶自選箱的部分就稍微有一點意義不明了 我自己會覺得有那麼點不划算啦 提早更新系列月中例行公事 這個月因為是農曆新年很多月中的更新都提早了 包含本來應該是10幾號的開圖開等 露娜塔以及本來是月底才會開的支線劇情都提早開放了 2.5週年各種加倍複習 最後2.5週年還有許多新系統加倍活動 這些在上個禮拜的週報都已經有詳細整理 這邊就不多提 複習一下這一張所有加倍的時程表給大家 再來就是我的頻道這個禮拜更新的內容啦 上週週報說會更新的台日版兩邊的六星都已經更新了 都是比較簡短快速的介紹可以快速的對角色有基礎的理解 再來提早開放的東西也都已經更新資訊了 包含RANK推薦表以及露娜塔的實戰展示 但露娜塔對滿等玩家來說真的難度不高 即使都不存TP也是能過 所以這個系列老實講真的就只剩 讓大家看看我自己怎麼打的而已了 然後新年的驚喜也已經更新了 包含介紹抽卡的紀錄以及超級廢片都上了 不知道為何日和相關的廢片還蠻多的 最後事實上上禮拜就講到要更新的閒聊也已經更新了 沒有聊的預期久但大部分我想聊的都已經有提到了 未來一個禮拜首先 日版的魔法少女專武會有簡單的介紹 再來差不多就要籌備聯盟戰的東西了 其他的企劃或是閒聊的影片有時間的話再做 以上就是本週的公主週報 我是主播F9 祝各位公主騎士 新年快樂 新年快樂 追いつけずに 離れてしまう 小さな指を 手に切って 優しく微笑む笑顔 心 離れて近づいて ゆっくりでも ひとつになれたら あなたの少し後ろを どこまでも歩けたら ずっと歩けたら